你经常玩那些高空游乐设施吗? 你见过玩游乐设施掉下来的人吗? 所以今天探讨的话题就是三个必须被关闭的游乐设施 飞行指挥官 1976年,俄亥俄州公园的一个叫做飞行指挥官的游乐设施进入公众的视野 这个游乐设施会将人带到18米的高空中,然后在空中旋转 1991年,一个女士从运行的飞行指挥官中掉了下来 相关人员调查后发现,这名女士在进入游乐场的时候处于醉酒状态 所以她在不清醒的状态下从空中坠落,事故发生后该游乐设施被关闭了 1992年,这个游乐设施又重新开放了,这次开放后并没有出现任何事故 不过由于之前的事故导致这个游乐设施生育受损,所以1995年这个游乐设施永久关闭了 超人力量之塔 2007年,凯特林坐上了游乐园的超人力量之塔 这个游乐设施会将人带到50米高的空中,然后一每小时87千米的速度下落 光是观看别人玩都会觉得心跳加速 凯特林在下落的过程中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突然一条电缆卷住了凯特林的腿 旁边的工作人员看到这一幕之后,立刻让控制式停止运行 但是一切都太晚了,这条电缆割断了凯特林的双腿 随后凯特林被送到了医院,医院接上了凯特林的用途 但是凯特林的左腿已经接不上去了 如果在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之后,能够立刻停止运行 还能保住凯特林的腿 可惜一个13岁的小女孩的命运,因为这一次游乐园之旅改变了 后来游乐园方面赔偿了凯特林一些钱,并拆掉了这个游乐设施 过山车 1991年,纽约的游乐场中建立了一个过山车 这个过山车的最高点为61米 行驶速度达到了113千米每小时 在这个过山车上可以体验到飞行的感觉 2011年,一个在战争中失去了双腿的退伍军人来到了这个游乐园 他坐在了这个过山车的最前面 但是当过山车行驶到一半的时候 这名军人突然从过山车中飞了出来 当相关部门调查的时候发现 这个过山车的入职手册上清楚地写着 玩家必须有一双健康的双腿 才可以乘坐这个过山车 否则过山车上的安全设施将无法保证玩家的安全 这是因为这个过山车的安全装置 是将玩家的腿固定在椅子上 但是这名军人没有腿 所以过山车的保护措施对他并不起作用 于是他掉了下去 据目击者表示 军人在过山车启动之前还曾经询问过管理人员 自己没有腿能不能坐这个过山车 管理人员表示没问题 这名军人还夸赞这个过山车真不错 事情发生后 过山车方面赔偿了军人家人一大笔钱 并关闭了过山车 听说长安点赞会让你好运连连 评论区留下你的观后感吧